近来,网上流行起一个名叫屌丝的群体,这个群体的成员,一般都是农村或城市底层小市民家庭出身,有的文化程度不高,有的十二载寒窗考上大学,等毕业后却发现没有获得理想的工作,只能勉强打工糊口。 屌丝们自嘲为穷丑矮胖挫奔,他们的情感世界一片空白,并不是没有心仪的姑娘,只是自卑到没有勇气去追求。 本文的主人公王东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屌丝,可他却用自己的方式打败高富帅,抱得了美人归,他的经历告诉那些还在爱情之路上迷茫的屌友们,只要努力勇敢追求,他们也会拥有爱情的春天。 一不小心爱上白富美王东,出生在三线城市一户普通工人家庭,从二流大学毕业后,不愿回到小城的他来到北京。 而到这里之后,才知道寒窗苦读换来的理科文凭一文不值,投了数封简历后,他接到一家电子公司的录用通知,也只能竞争个小业务员的职位,像他这种没人卖基础的新人。 想混出个名堂,挺难,他只能从业务员做起,来到北京之初的那点雄心壮志,被打击得体无完肤。 渐渐丧失自信心的王东对未来充满迷茫,找不到在这个大都市中的归宿感。 没有女朋友,没有情感依托,他就用上网来宣泄愤慨,他很快发现了一个较屌丝的群体。 这些人,有的和他一样寒窗苦读,却毕业后落魄。 有的进城务工,或者是无业游民,却经常以自由职业者自居。 在这个群体中,王东可以随心所欲,不久,他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屌丝。 屌丝王东的生活,于2011年10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 那天,王东刚出公司,便被一辆红色的Polo给撞倒了,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。 车主已慌慌张张地跑到他面前,只见他两条修长的腿,隔体的职业裙,精致的妆容和打理的很时尚的卷发。 那挺美的脸,因突发事件,吓得花容失色。 王东被眼前的女神迷住了,差点忘记了疼痛。 车主指着公司大门告诉王东,他叫柳叶,是他公司设计部的总监。 柳叶把王东送到附近医院,接受进一步检查后,住了院。 同事们来探病时,王东从侧面打探柳叶的情况。 同部门的一个女孩说,你别赖蛤蟆,想吃天鹅肉了。 咱们公司老总家的儿子正对他穷追猛打,没准哪天人家就成了少奶奶。 再说了,就算柳叶没男朋友,就凭你还想追人家白富美? 你是做白人梦吗? 一席话,说得王东挺自卑。 他一个屌丝,凭什么和一个高富帅公子哥争女人啊? 住院一周,柳叶几乎每天都来探望。 王东越接触这个白富美,就对他越迷恋。 王东有点不甘心,凭什么美女们都得让高富帅们挖走? 他们屌丝只有幻想的范儿。 特别是那天,高富帅韩磊为讨好柳叶陪着他一起来看王东时。 那副居高临下的气势,激起了王东的仇富心理。 王东决定追求柳叶,和那个高富帅一决高低。 他将这个宏伟计划在屌丝群中发布。 所有人都支持王东击败高富帅。 为屌丝们争口气。 这天,柳叶刚到停车场,就发现他的车出了问题。 怎么都打不着火。 就在他急得打电话找旧兵时,一辆六成新的吉利停在了他的面前。 你的车怎么了? 枝鸦作响的车窗摇下来,露出王东的脸。 哟! 怎么是你啊? 柳叶又惊又喜。 王东自告奋勇,要送集这去会场的柳叶。 为了追求柳叶这白富美,他可是下了血本买下这辆二手老爷车。 和白富美,这就算有了正式的交集。 回来后,王东还把柳叶的车给倒过好了。 柳叶感激不尽,坚持要请他吃饭。 两人刚在一个情调不错的西餐厅落座。 王东就发现柳叶走神了。 临座不正是高富帅吗? 可这高富帅身边多出了个美人。 韩磊这时候也看到了他们。 从椅子上蹭得跳起来,把小美人推得一尺远。 小叶,你别误会啊。 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柳叶已跑了出去。 韩磊正带要追。 被王东挡下。 淡定。 淡定。 你追上去也没用。 韩磊一把甩开他的胳膊。 你算哪根从韩磊追出去时。 柳叶的Polo已绝尘而去。 他气急败坏地直跺脚。 却看到王东正笑得幸灾乐祸。 他觉得就是这小子坏的事。 但要发作。 王东慢条思理地说。 您这么有身份的人。 应该不会和我这根葱祭脚的。 韩磊真是哭笑不得了。 卯镜和高富帅过招。 韩磊好容易见到柳叶。 对他发毒誓。 再也不会拈花惹草。 王东在一旁给他使眼色。 要他坚定立场。 不能这么容易上当男人都犯贱。 你要让他有紧迫感。 柳叶心一横。 对韩磊冷冷地说。 你出局了。 没机会了。 韩磊和柳叶的谈判告吹。 王东乐得屁颠屁颠的。 韩磊一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。 我说你这个人。 别人的事干嘛总跟着瞎掺和。 王东露出一副痞子像。 男闺蜜。 懂不。 等韩磊反应过来。 王东一走出百米。 他在后面吼了声。 小子。 以后你识相点。 不然让你从公司滚蛋王东大赞。 柳叶这次干得漂亮。 可柳叶有点失落。 像他这种靠自己打拼在北京站稳脚跟。 眼看年纪三十的女人。 是很害怕当圣女的。 万一韩磊真不来找他怎么办。 王东宽慰他说。 以我的判断。 不出三天。 韩磊就得像孙子一样来求饶。 你得让他知道你对他的重要性。 不然将来他不会珍惜你。 王东的预测真准。 韩磊第二天就手捧鲜花来了。 正巧和王东在电梯里狭路相逢。 电梯门开。 两个男人较劲地挤在门口。 想抢先窜到柳叶的门前。 韩磊还是早一步。 为避免王东再从中作梗。 他一进门就把办公室从里面反锁上。 十几分钟后。 门终于开了。 柳叶的小脸气得通红。 高副帅跟在后面手足无措地解释。 看来这相见不欢啊。 你现在就从我面前消失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 柳叶的眼里含着泪花。 韩磊正准备再解释。 王东一个剑步挡在柳叶身前。 柳叶说现在不想见你。 韩磊火冒三丈。 矛头指向王东。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。 就数你小子最坏。 是不是想让我收拾你一顿才老实。 王东不卑不亢地往他面前一凑。 来来来,咱比划一下。 心烦意乱的柳叶。 把两个男人都给轰了出去。 要打架,你们外面打去。 高副帅和屌丝这下都沉默了。 最后,韩磊抖了抖身上的名牌西服。 对王东威胁。 你走着瞧。 过了半个钟头,柳叶才红肿着双眼从办公室出来。 一眼看到蹲在墙角的王东。 你怎么还没走? 王东说。 是啊。 我担心你想不开。 柳叶笑了。 这有什么想不开的? 柳叶告诉王东,就在高副帅向他求饶时。 有个女孩打电话说。 请柳叶让贤。 他和韩磊都订婚了。 韩磊大呼冤枉。 是那小妖精死缠着他不放。 柳叶冷笑。 这男人嘴里怎么没一句实话? 那几天,高副帅对柳叶狗屁高药式的粘着。 送花。 送首饰。 送衣服。 送化妆品。 尽管王东对柳叶灌输思想。 要死扛。 扛到寒磊吐血为止。 可稍有点虚荣心的女人都难抵这金钱阵势。 果不其然。 第四天快下班时, 王东就看到柳叶坐上了高副帅的宝马。 有一天,柳叶对王东说, 真感谢你这一段时间对我的安慰。 我这么个女孩在北京没一没靠, 得过且过。 能找个男人过日子就行了。 王东说, 能找来过日子的男人挺多。 我也能过日子。 柳叶扑持笑了。 是那种让王东挺刺痛的笑。 王东抓狂了, 他不能坐以待毙啊。 更何况, 就算追不到心爱的女孩, 他也不忍心他掉进狼窝。 把柄。 要抓住寒磊的把柄, 将他彻底打趴王东, 向个地下工作者。 跟踪了寒磊好几天。 2011年底的一天, 王东跟寒磊进到一家火锅店。 听到寒磊和他的朋友们高谈论阔, 柳叶离开我什么也不是, 就凭他, 怎么也跑不出我的手掌心。 这年头, 还能找出个不败金的女人他, 太过得意忘形。 居然没发现旁边桌上的小间谍。 当柳叶从王东手机里, 听到寒磊说的那些话时, 脸气得煞白。 王东煽风点火, 我就说有钱的男人不靠谱, 他把你当成什么人了呀? 柳叶双眼含泪并不出声, 结果那晚他喝醉了, 王东给背了回去。 第二天早上, 柳叶一觉醒来, 看到餐桌上摆着香喷喷的早餐, 还有正在卫生间洗衣服的王东, 眼瞪得溜圆。 你怎么在我家里呀? 王东说, 你昨天晚上喝醉了, 吐了我一声, 我可是在沙发上睡的, 我是君子非小人眼。 柳叶看看自己身上完好无损的衣服, 乐了, 我相信你, 那餐饭柳叶吃得很香, 他说没想到王东做饭手艺还不错。 王东谦虚地说, 我特意研究过菜谱, 我可以天天给你做呀。 柳叶没在说什么, 眼圈有点发红鼻子, 有点发酸。 挑战完胜, 抱得美人归很快, 韩磊找来了。 柳叶已经被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搞烦了, 更不想那么没尊严地生活在他身边。 你不是说我虚荣, 怎么折腾都逃不出你的手掌心吗? 你真的看错人了? 韩磊头大, 又是一阵认错, 说那些话他要说过, 出门就让车给撞了。 柳叶冷笑, 丢过一个MP4, 你自己去听吧。 韩磊傻眼了, 看到旁边笑得阴阳怪气的王东, 明白了几分。 2012年元旦刚过, 王东被公司解雇了, 柳叶清楚, 肯定是韩磊在背后使唤, 他挺内疚, 王东却满不在乎地说, 那有什么啊? 不就是一份工作吗? 过完春节我马上就能再找一份。 这段时间正好, 可以当你的御用厨师和专职司机。 柳叶觉得这是都因他而起, 就没好意思拒绝。 王东这下就有机会经常出入柳叶的公寓, 家庭主夫当得也挺津津有味。 听说王东这个屌丝都能随意进出女主角的家了。 群里又炸开了锅, 怂恿他趁热打铁, 赶紧将白富美拿下。 王东不是没想过, 但他得让柳叶觉得他是有素质和修养的人, 不能那么流氓和莽撞。 所以, 他决定忍下一时之欲, 成长久之功。 王东以为一切风平浪静, 可他哪知道是暴风雨即将来临。 韩磊用更猛烈的攻势, 对柳叶展开新的战术。 他人进不了柳叶的家门, 就通过快递公司将名车和豪宅的钥匙送到柳叶手上。 王东看在眼里, 心下着急。 万一柳叶再动摇, 可怎么办有一天? 他正在厨房做饭。 听到柳叶和韩磊在视频, 那高富帅的渣儿还真多, 未讨柳叶欢心。 在视频里说学逗唱, 柳叶不耐烦地把电脑合上, 出门买东西。 柳叶前脚出门, 王东就猫进客厅。 一看电脑没关, 视频那段的韩磊正急得抓耳挠腮。 王东突然记上心来, 这不是县城电影桥段大派用场之时吗? 他三下五除二, 将身上衣服扒得只剩下短裤, 裹着浴巾在视频前走来走去。 韩磊疯叫, 你小子怎么在那里, 王东怂怂间?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? 刚才不过洗了个澡, 你就把柳叶给气跑了? 你这个人说起来挺有身份, 怎么做的事这么没分寸? 韩磊叫嚣? 你在那儿等着? 我这就去收拾你。 王东不以为然地关掉了视频, 在柳叶回来前快速地穿好衣服。 半个小时后, 柳叶的家门被拍得震天响。 韩磊在门外说, 柳叶? 你不能和那个没出息的小子混在一起? 他有什么啊? 要钱没钱, 要房没房, 要车没车, 要前途没前途, 千万不要被那小子的花言巧语给蒙蔽了。 柳叶听得烦躁, 一把拉开大门。 我愿和谁在一起, 是我的事, 和你有什么关系? 说着, 一把拽过王东。 我乐意, 你管得着吗? 然后, 他把韩磊送到车房的钥匙丢了回去, 砰地关上房门。 王东正想说点什么? 柳叶却先开口了。 王东, 以后, 你别来这里了。 王东知道, 这时候保持沉默比什么都更重要。 他走出柳叶家的大楼, 看到高富帅, 还像支气鼓鼓的青蛙。 韩磊冲上前去, 一把揪起他的领子, 一拳挥了上去。 两个人扭打了一场, 两个男人之间的, 这笔账算轻了。 韩磊消停了。 王东却郁闷了。 柳叶这是拒绝了他。 吊丝们也都遗憾, 要他为夭折的爱情节哀顺变。 眼看就要过年。 王东去买了回家的车票。 他给柳叶打电话告别。 这个电话打得真及时, 因年关将近。 柳叶的应酬太多。 那个小魏终于承受不了进了医院。 职员们都提前回家了。 柳叶的身边也没个人照顾。 人在生病时, 最孤独和脆弱。 一看到赶来的王东, 他像见到亲人般, 眼泪哗哗的。 王东丢了工作, 为照顾自己, 春节也没能回成家。 柳叶要在全聚德, 请他吃年夜饭。 王东拒绝了。 你要真想请我, 我倒希望能给你做炖年夜饭。 这样更有意义。 柳叶觉得也好。 两个人商定好, 一起去超市买了菜。 几个色香味俱全的菜端上桌, 又开了瓶红酒。 王东站在桌旁对柳叶说, 女王陛下请就餐。 柳叶被他的一脸正经给逗乐了。 窗外烟花绽放, 屋内暖意融融。 柳叶说, 在北京这么多年, 这是我吃得最开心和温暖的一次年夜饭了。 现在我才知道,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 爱情, 事业, 都抵不过一个可以给你温暖和依靠的男人。 说完, 他含情默默地盯着王东, 把王东看得心花怒放。 其实柳叶早对王东动了情, 只是放不下许多物质上的牵绊。 经过这一场和高富帅的纠缠, 加上生病住院, 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 刚过完春节, 柳叶辞去职务, 他不想在韩磊家的公司里工作, 他要有个全新的开始。 王东也在另一家公司做起了业务员。 虽然用柳叶的话来说, 距离两个人修成正果, 还有待长期考验。 这对王东来说, 是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。 可至少, 他已看到了光明的曙光。 他打败高富帅, 撬走白富美的故事也在吊丝们中间流传。 他想告诉所有的吊丝, 不是生来是吊丝, 就永远该当吊丝。 要勇敢向前, 越努力, 运气就会越好。 最终希望和爱情都会向你招手。 大家觉得今天的故事怎么样? 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请留下你们的跟帖。 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触动到你们的地方呢。 要是有意见或者投稿,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的。 小编会认真看的。 祝你们天天开心, 本内容纯属虚构。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